小心喔 痛风久了不处理 以后得到秘药要结识 还有肾脏病的几率会大增 为什么会有痛风这个名词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痛 以前我们不知道原因 只知道这种病 风吹到都会痛 所以就把它叫做痛风 其实痛风是现代的文明病 很多人一旦痛风 他可能就只是会吃一些止痛药 只要止痛药压得住 他就不会过多的去处理 但是你知道吗 痛风放久了 以后你泌尿到结识 跟肾脏病的几率都大幅的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我先来告诉各位 什么叫做痛风 所谓的痛风 就是你血液里面的尿酸 沉积在里面的关节里 那什么时候尿酸沉在关节里面呢 就是你血液里面的尿酸浓度过高 也就是我们讲的高尿酸血症 事实上高尿酸血症 造成的尿酸沉积 会沉积在三个地方 如果沉淀在关节 就是我们讲的痛风 就会造成你的关节可能会有严重的 红肿热痛 如果这个尿酸直接沉淀在你的肾脏 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肾脏功能 如果这个尿酸被肾脏排出了 但有的尿里面 尿里面的尿酸浓度过高 就是所谓的尿酸结石 但是你知道你血液里面的尿酸 是哪里来的吗 我告诉各位 你只要你细胞里面的DNA崩解之后 它就是一种普林 普林代谢之后 就会变成所谓的尿酸 80%是来自于身体自行制造 20%才是来自于那些高普林的食物 那什么时候 你血液当中的尿酸会变高呢 就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尿酸的来源变多了 什么时候尿酸来源变多 第一个当中就是你吃太多啦 这要不要高普林的食物 比如说一些海鲜啊 一些肉类啊 或是你火锅啊 一直喝那个浓汤啊 第二个是压力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压力跟尿酸增加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当你压力或疲劳增加的时候 你细胞崩解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这时候你体内的普林当然会比较多 普林一多 尿酸自然就变多了 第三个是激烈的运动 你知道激烈运动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肌肉细胞也会崩解吗 只要细胞一崩解 普林就多 尿酸也会变多了 所以这三个都是体内尿酸来源增加的原因 第二个体内血液里面 尿酸会增加的原因 就是你的代谢的速度变慢了 什么时候代谢速度会变慢呢 第一个就是 你的肾脏功能本来就不好 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尿酸 都是要经由肾脏排泄出去的 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有肾脏病 你高尿酸血涨的几率就会增高 第二个是肥胖 你知道吗 肥胖除了让你体内的胆固醇增加之外 肥胖也会影响到你体内尿酸的代谢 所以一些比较肥胖的人 体内尿酸本来就比较容易会变高 第三个是喝酒 很多人觉得喝酒是普林的来源 所以会造成体内尿酸的增加 但是你知道吗 你喝酒会产生很多的乳酸 乳酸本身就会影响到尿酸的代谢 所以喝酒是两个都会增加 不但体内尿酸的来源增加 代谢也会增加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远离碰风这个毛病 一定要做到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 有四点一定要去注意 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 多喝水体内尿酸的浓度自然会下降 而且排泄的速度会变快 第二个一定要避免肥胖 第三个绝对绝对不可以喝酒 第四个一定要适度的运动 如果你本身尿酸就高 激烈运动尽量要避免哦 江皮一件事关心健康所有事 非常谢谢大家对江皮一件事的支持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最新的江皮一件事